江宁,这位是周易,这位是张顺,她叫江宁,江贵之姓的江,目住心宁的宁。 江宁姑娘,幸会。 幸会? 江宁也点点头,算作回应。 对了,刘帝,你来镇上是做什么事的?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现在我们搬到镇上来了,家就在北街,离洪家不远。 两位兄长若是想要找我喝酒谈天,随时可约。 哎,这好啊。 家就在前面,二位要不然去家里坐坐,也方便你们聊天。 你们先聊着,我去福生楼,让他们弄点酒,弄点菜过来,很快的。 三人走进了院子,江宁静直回了房间。 你昨晚没睡好,你先休息,待会儿吃饭,我再来喊你。 嗯。 江宁应了一声,随后关上门,将空间留给了她和张顺。 刘帝,我先前只知道你话迹高超,却没想到高超到了这个地步。 这位江宁姑娘的神韵,真的是被你刻画得分毫不畅。 江宁,面差举下来吧,他们不是荷花村的人,没关系的。 虽然现在只露出了一双眉眼,但身上那冷漠疏离的气质,跟柳明安的话给人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我画不出她的十分之一,她真实的样子,比我画得好看很多。 柳帝,你真是承认对江宁姑娘有非分之想了? 是,我很喜欢她。 说出这句话,感觉自己心口都在发烫。 不错,有出现,但她不喜欢我。 柳帝,我有经验,我教你。 柳帝,张顺,来来来,咱们先吃饭。 大中午了,钓了一上午鱼,肚子都饿扁了。 诶,江宁姑娘呢? 她在休息,我去叫她。 我听见了。 那就吃饭吧。 不知柳帝和江宁姑娘爱吃些什么,我就随便点了些。 江宁,面插举下来吧,他们不是荷花村的人,没关系的。 江宁一眼摘下面纱,周易和张顺看过来,眼中都有惊艳的神色。 真像啊,你以为呢? 江宁,你睡了吗? 什么事? 嗯,那个,我刚才不小心把水洒到床上了,弄湿了一大片。 江宁文言,眉梢轻轻地挑了一下,似乎能够猜到她接下来要说什么。 嗯,我能不能来你的房间睡一晚? 哼,好卓劣的借口,好直白的心思。 柳明安颇为忐忑地说完,去看江宁的脸色,却发现她斜倚着门,嘴角微微地勾起,一言不发,只是定定地看着自己。 柳帝你记住,一定要想办法跟江宁姑娘再次睡到一张床上,你们先前都睡在一起了,这分开了,距离不就越来越远了吗? 江宁,我保证不挤着你。 进来吧,柳明安上床之后,确实如他自己所说,一点也没有挤着江宁。 但江宁知道,这人醒着是一副德行,睡着了又是另外一副德行。 前一晚房子被烧了,他和江宁在房子前坐了一晚。 昨晚江宁又告诉他自己杀人的事情,他心神大乱,在院子里站了一晚。 赎金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但柳明安那颗心安分不下来。 小娘,你睡着了吗? 柳明安轻轻地翻了个身,看着江宁的轮廓满心欢喜。 他知道,柳明安一直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片刻之后,身侧的人动了动,小幅度地向他挪过来,然后把他的一条胳膊抱进了怀中。 天亮了,江宁率先醒来。 江宁正开被牵了一晚上的手,放轻了动作,翻身下床,往厨房走去。 这里没有急,我都睡过时辰了。 这鱼是他们送的,我昨天忘记跟你说了。 柳明安一边拿碗盛中,一边不停地跟江宁说话。 真好吃啊,江宁,你手艺比富城酒楼的人都好。 是吗? 是的,谁要是娶了你,一定是他三胜有幸。 就因为我会做饭? 不是啊,你哪里都好。 今天运气不太好,字画只卖掉了一幅。 我觉得,您或许可以换一下思路,把门槛降低一些,让受众更多一些。 什么? 同老百姓有几个人能有那份闲情意志去欣赏山水字画? 多数人甚至连十字都不认识。 在他们的眼中,一幅价值千斤的字画,还不如一个白米面大馒头实在。 您画的这些脱离了他们的日常需求范围。 那我画什么好呢? 那你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什么样的人生算得上圆满吗? 衣食无忧,儿女绕兮,身体康健,如意顺遂。 衣食无忧说明有钱,那你可以画财神爷。 别人画的财神,手上捧着金元宝,那你可以画他拿着聚宝盆。 以你的画迹,必然能把那些粗劣的画给比下去,何愁卖不出去呢? 青娘,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懂得好多啊。 等江宁做好晚饭去叫他,发现其中宋子观音,月老,老寿星,财神爷等等都有。 这次没有山水失忆了,请了一堆的神仙。 江宁,我,我又不小心把水洒到床上了。 吃过晚饭,江宁在屋里面等刘明安,好奇他今天会找什么借口。 第一天晚上说是床上被洒了水,第二天第三天说被子没干。 昨天晚上又说屋子里进了蝙蝠,他心中刻影,也不知道今天会是怎样的说辞。 这时房门被敲响了,江宁起身拉开门,看着门外的柳明安。 江宁,我,我又不小心把水洒到床上了。 这还是柳明安第一次在江宁的脸上看到这样明媚的笑容。 柳明安,你能不能找一个听起来稍微聪明一点的理由? 我应该是真的疯了。 怎么不说话? 他看着江宁一不开眼,胸腔内的那颗心跳得要蹦出来了。 哼,算了,进来吧。 柳明安感觉自己是飘进去的,直到熄了灯,躺在江宁的身边,他都感觉自己还没有着地,整个人好像还在天上飘着。 江宁,我喜欢你。 温热的气息洒在脸上,江宁感受到离他越来越近的柳明安。 柳明安,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真不怕我揍你吗? 睁开眼就看到柳明安半撑着身体在他的上方,突然感到肩膀上传来了一股力的。 膝盖处被顶了一下,下一瞬,江宁翻身压在了柳明安的身上。 为什么想亲我? 嗯?再不说话,我可真的要揍你了。 因为,我喜欢你。 江宁,我喜欢你。 江宁,我想和你成亲。 想为你梳一辈子头,给你洗一辈子衣裳,吃一辈子你做的饭。 我想和你朝朝暮暮,白头到老,想和你生同亲,死同血。 柳明安抬起手,摸向了江宁的脸。 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 柳明安一边说着,一边手绕过江宁的脖子,放到了他的脑后,慢慢地用力将人往下拉。 江宁。 黑暗中,二人的距离一点点靠近,直到最后双唇相接。 江宁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吻。 柳明安得偿所愿,看着乖乖窝在他怀中任由他亲吻的江宁,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化成了一汪水。 江宁。 柳明安贴着江宁的唇轻声地唤着,心中一阵悸动。 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江宁能够感受到柳明安身体的某些变化,也能够听到他心跳如雷。 他翻身从柳明安的身上下来,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烫。 柳明安又伸手把人扯进怀里抱着,满心欢喜地低头亲了亲江宁的眉心。 早点睡,明天陪我去一趟白小楼。 好,但是去白小楼做什么? 去问问我们两个人怎么去驱水城,查清我的身世,解决掉潜在的威胁,许你安度余生。 江宁这么想着,在柳明安的怀中闭上了眼,二人相拥而眠。 还早呢,你再睡一会儿吧。 你今天要参加相试了,你一点都不心急吗? 别担心,江宁啊,我有把握的,相信我,嗯? 江宁文言也不再瞎操心了,顺着柳明安的意,又陪他睡到平时起床的时间。 各位秀才,这边排队,走身后进入衙门。 快去吧,我等你回来,却突然展开双臂,把人抱进了怀中。 江宁啊,我要九天都见不到你了。 没事,我会陪你,去吧。 柳明安只当江宁在说笑,最后放开了他,一步三回头的去排队了。 江宁目送着柳明安进了衙门,转身走到了无人之地,心念一动,整个人进入了空间。 在空间内的江宁跟着进入了衙门,发现一种秀才被带到了宫堂下的院子里。 院中摆好了桌子,上面铺着纸,还有笔和研磨好的墨。 院子周围占了一圈的压抑,乡士一共需要考九天,包括四书五经,测问,师父三厂,每厂三天。 江宁陪着柳明安,看着他时而皱眉沉思,时而落笔撰写,不自觉地勾了勾唇。 江宁除了回家吃饭睡觉,一直在空间内陪考。 以往中举的,多半是家境优良的书香门递出来的,寒门难出柜子。 此举意在刺激那些贫苦地区的学子,发愤努力呢。 也不知道宝吉县这二十九个秀才,里面能不能有两个真材实料的举人呢? 哎,好像有了。 江宁一眼就认出这是柳明安的自己。 哎呀,这个秀才不错呀,思路通达文采不俗,见解深刻,还写得一首好字,不错不错呀。 嗯,确实不错,观念新颖,思维超前,有远见。 但看这一堂考试,绝对超凡脱俗。 江宁退出了房间,回到柳明安身边时,心情甚好,看他还在提笔认真书写,薄唇清明,侧脸俱意,心意也不受控制地开始发烫。 这是他喜欢的书声,二十五日,相视结束。 江宁正好把冻好的鸡汤从锅里盛出来,听到大门被推开的声音, 回来了,吃饭吧。 这九日,江宁天天陪在柳明安的身边,自然知道他吃也没吃好,睡也没睡好,加上一直是高强度的脑力劳作。 现在人看着憔悴得很,所以今日一早,江宁就去买了一只鸡来炖汤,准备好好的给他补补身体。 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下一瞬,柳明安三步并坐两步,张开双臂,将人紧紧地抱入怀中。 江宁,我很思念你。 我知道了,吃了饭好好地睡一觉,有什么事情等你休息好了再说。 饭桌上,江宁给柳明安盛了一碗鸡汤,不动声色地将凌泉水加了进去。 江宁,我觉得我烤得挺好的,应该是能中句的。 你肯定能中句。 这么相信我呀。 金玉二十六了,还有五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没事的,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江宁,过两天陪我回荷华村一趟吧,我去给我父母道个别。 好好,在香氏榜出来的前一天,柳明安带着江宁, 背上准备好的香煮纸钱和一些祭奠用的点心,回到了荷华村。 我早就知道我要离开荷华村的,从小我爹就不怎么让我做农货, 他就一门心思让我好好读书,让我参加科考入室, 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强的信念。 之前没觉得这个地方好,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好像除了三叔婆关心我多一点,我跟其他人都没什么关系。 现在一想到要走了,却猛然觉得,这小小的荷华村,看着也挺好的。 江宁没有答话,鸡鸟练就灵,驰鱼思故冤。 多数人对故土的眷恋都是深沉的,江宁看着他在他父母的墓前蹲下, 自己走远了一些,免得打扰。 等到半个时辰之后, 江宁,我刚刚跟我弟娘说,我遇到了像共度一生的女孩子, 你陪我去见见他们好吗? 他和柳明安心意相通,见见家长也是应该的。 虽然面对的是冰冷的墓碑,十月底,香市放榜, 衙门会在午时贴出公告,重举之人可入内领十两白银。 举人有两个,柳明安和无人节。 啊,我中了,我中了,哈哈哈哈。 中了,中了,太好了。 两位举人,请入衙门领银子。 清宁,你在这里等等我。 哎呀,这个举人这么年轻啊。 是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呢,这是哪家的公子啊? 我见过,他不是镇上的,是村里的人,先前还在桥边摆摊卖字画呢。 哎,你说我想起来了,就是他,真没想到今年出了个村里来的举人啊。 刹那间,场面一阵骚动。 里面有盖了公章的官文,可以证明你举人的身份,你带着他到了京城才能够参加会试,好好的保管,切记不要弄丢了呀。 多谢大人。 刘举人不必道谢,本官当日看你壮志,就觉得能写出那样一说好字的人,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小的临山镇。 大人妙赞了。 你的相视卷,本官也看了,魂才斐人,远见着实,更难可贵的是,你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 宋明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眼中有刹那的恍惚,似乎看到了当年的那个自己。 刚才那个无人节,这辈子,考个举人就算到头了,但你不一样。 因此,本官多嘴提醒你几句,踏日住了皇城,春风得意之事,千万不要过早地参与党派之政。 装龙作哑,装风卖傻,才是上策,只有先保全自己,心中的那些理想和抱负,才有施展的可能。 为什么仙太爷会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这些呢? 这位仙太爷好像也是才高八斗的天之骄子,但却甘愿放弃了京城的高官后路,自请来到了宝极县作宪令。 刘举人,宋大人不是话多的人,他今日跟你说的,你若有心就记着,若不爱听,就当耳旁风算了。 哎哟,刘举人啊,不知您年岁多少,可有婚配呢。 你是…… 哎呀,刘举人连我身三娘都不认识。 哎呀,哎呀,不过也是,您一心只读圣贤书,刘举人,您年轻有为,又一表人才,只要你开口,我保证给你找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 谢谢,不需要。 哎呀,刘举人别走啊。 刘举人,宪成家在立业,听说过没有啊,这家里有个可心儿的人儿啊,在外闯荡,心里才有着落。 真的不需要,你去找别人去吧。 刘明安,江宁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满眼的不耐烦。 看见没有啊,我家里已经有了如花似玉的小娘子了,不劳你费心了。 我们回家吧。 哎,刘举人,你要纳妾也可以找我啊。 脚边正好有碎石子儿,她对着沈三娘落脚的地方踢了过去。 哎呀,哎呀。 惨叫声响起,沈三娘整张脸因为伤痛皱成了一团,还干什么? 真想让她给你找两个小妾吗? 刘明安心中一紧,连忙安抚道。 小娘,你别听她乱说,我根本不认识她,是她自己找上来的,我从头到尾都没理过她。 小娘,你别生气了,我肯定不会那一切的,我只喜欢你一个。 小娘,你别不说话呀,理我一下,我害怕。 小娘,阿娘,小娘,小娘。 闭嘴,不许这么喊我。 好的,我不想怜悯带性地喊你了,以后叫你阿宁怎么样。 阿宁,你放心,我刚刚的话不是哄你的,我此生绝对不会三七四切。 若哪天违背了这个誓言,你不必手软,给我一刀就是了。 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反那个没有眼力见的媒婆。 确实没眼力见,我都跟她说了,我家有如花似玉的小娘子,还敢追着来。 算了,不说她了,回家收拾行李吧,明天就要出发去孤九镇了。 哟,二位客官,里面请。 二位是远的儿来吧,吃饭还是住店呢? 住店,先带我们去房间吧,之后把饭菜送上来就好。 好嘞。 阿宁,你会喝酒吗? 没喝过,但也许我是谦卑不醉。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不说这些,先吃饭,这个鸡味道不错。 吃完饭后,殿小二果然按时收拾了王快。 接着,两个小二抬来了玉桶,江宁赶路的这三天,没有条件洗澡,见到热气腾腾的玉桶心仰难耐。 然而才脱下外衣,不经意的一转头,就发现柳明安站在窗边,直直着盯着光毫的窗户,脸还有些发红。 等完完全全的泡进玉桶里,热水包裹着身体,全身肌肉都得到舒展放松。 江宁一看,柳明安还在盯着那处,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柳明安 安宁,什么事? 毛巾掉地上了,我够不着,你来帮我剪一下。 等了片刻才看到柳明安慢腾腾地走过来,全程低着头,看着地板,半点不敢抬头。 这么矜持做什么? 等柳明安捡起毛巾,远远地递过来时,江宁一把按住他的手,把人拉到玉桶边,为什么不敢看我? 安宁,你别闹,你放开我。 哼,不放,你回答我,我就放。 我怕,冒犯,冒犯你了。 你找借口爬我的床,怎么就不怕冒犯我? 你大晚上的偷偷牵我的手,怎么就不怕冒犯我? 还有,你以为我睡熟了你想偷亲我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起冒犯这个词? 那人弯腰伸手,捧着他的脸,下一瞬,一个炙热的滚烫的蚊落在了唇上。 柳明安是个温柔的人,以往他的蚊也是温柔的。 但这次,柳明安吻得又急又重又乱。 阿娘,我想娶你为妻。 所以,你是觉得,还没有娶我之前,就不能跟我做那夫妻之事? 江宁好像理解了这个古代人的脑回路。 江宁好像理解了这个古代人的脑回路。 是,因为我珍重你。 那,要是…… 江宁又贴近柳明安的唇,轻轻地吻了两下,你又一般地开口。 我想睡你,怎么办? 柳明安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一点心,又扑通乱跳。 脸和耳朵红得想要滴血。 你…… 阿娘,你忍耐一下吧。 我万一…… 我万一怀孕了,我们再赶路,你会受苦的。 我舍不得…… 等安定下来再说。 柳明安说完,只觉得这个房间里是片刻都待不下去了。 拔腿就往外跑,绝对喊着。 嗯,你先行,我半个时辰后再回来。 明安,江丫头,要我说呀,你们干脆先在曲水城待着算了,等过了年再去京城,反正曲水城离京城也不远了。 柳明安只跟崔山说自己要进京赶口,需要从曲水城路过办点事。 这也不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崔叔,你听过曲水城的羊瞎子吗? 羊瞎子?听说过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们不会是想找他买人吧? 也是,你们可以买个仆人,以后过日子不用事事亲力亲为,省心很多呀。 崔叔,羊瞎子家在哪儿,你知道吗? 知道,到了那儿,我让小丽给你们带个路吧。 到达曲水城这天,正好是月底。 算起来,柳明安二人从离开陵山镇到这里,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这里了,曲水城。 我们进了城就分别了,让小丽带你们去找羊瞎子吧,二位,多保重了。 崔叔,你也要珍重,若日后有机会,我定来冒筑先看望您。 鞠山拍着柳明安的肩膀,撑好。 随后一班人马在城门口与二人分道扬镳。 刘许人,走吧,我带你妈去找羊瞎子,她家离这儿不远的。 到了,就是这里,这座宅子就是了。 这点钱,就想来我这里套话。 到了,就是这里,这座宅子就是了。 那我就去找班主他们会合了,走了。 进去吧,来都来了。 二位来买人的,想要哪种货色? 我这宅子里这些,有看得上眼的吗? 你夫君是羊瞎子? 这是羊府,除了他还有谁啊? 你们到底是不是来买人的? 不是,我们就是来打听一些事情的。 浪费老娘时间,仔细滚。 将一块银子放到她的跟前。 我问你几句话而已,杨夫人何必动怒? 你要问什么? 灵山镇的赵强,赵教统,你们一起喝酒赌钱。 杨老板应该没有忘记吧,之前你卖给她一个双手双脚全都断了,而且还烂了脸的女人。 这事儿你有印象吗? 记得? 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是从哪里接手的那个女人? 知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住哪里? 知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卖? 以及是否知道她那一身伤从何而来? 你是什么人? 是谁让你来问的? 江宁瞇了蜜眼。 看杨瞎子这反应,估计事情不简单。 选主到底是什么人呢? 仇家到底是谁呢? 杨老板只管回答就是。 这点钱,就想来我这里套话。 那你想要多少? 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人世间多的是比赚钱还快活的事。 这位姑娘,你说是不是啊? 江宁勾了勾唇,眼中一片冷意。 伸手抓起桌子上的银子放入怀中, 拉着一脸迷茫的柳明安就往大门外走。 阿宁,不问了吗? 顺其自然吧。 既然好言好语地跟杨瞎子讲, 杨瞎子听不懂人话, 那就只能用他最擅长的方式去问咯。 说只有他一个人,杨瞎子现在已经是个死人。 但他要顾及柳明安, 就不能够随心所欲。 谈了恋爱, 就要对人家男孩子负责。 从杨府回来之后, 江宁装作魂不在意自己身世的模样。 等吃过午饭, 他借口出去楼下转悠。 喝点水歇会儿吧, 化久了腰疼艳酸的。 这水怎么有点苦呢? 殿小二说, 这是用有安神效果的药草煮的水。 没事, 你喝吧。 柳明安不宜有他, 将一杯水喝完。 这个安神茶好像还挺有效果的, 要不我们早点休息吧。 江宁陪着柳明安躺下, 发现他几乎是沾床就睡。 江宁悄无声息地起身, 闪身进入了空间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客栈, 向着杨府走去。 杨瞎子喝得醉醺醺的, 脚步虚伏亮抢, 他听到自己咚的一声躺到地上。 醒了? 这是哪儿?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白天问你的那些问题, 你应该还记得吧? 自己一个一个地回答, 别逼我动手。 什么问题? 杨瞎子还想讲条件, 江宁的回应是对着他的伤口再来一刀。 我说, 今年七月上旬, 我去京城倒卖一些小玩意儿, 我找到我大哥魏方雄, 他交代我帮他办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断手断脚的女人拿去卖, 说这女的有些特殊, 不能卖到京城附近, 要卖得远远的, 卖到村里最好, 千万别让他死了。 后来跟赵教头赌钱输了, 我就把那女人递给他了, 让他拿去卖, 就这些了,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 你只是受人之托去卖人, 对那个女人的事情一无所知。 是是。 说一下魏方雄的事情, 她是什么人, 如何找到她? 她跟我一样, 主要卖人为生, 偶尔也钻赢一些其他扣当, 她家在京城晚东路那一片, 挺出名的, 你去了一打听就知道了。 你没有骗我吧? 孤奶奶, 我不敢, 不敢。 这女人好看是好看, 但太吓人了。 孤奶奶, 您看, 您要问的我都说了, 这大冷的天, 您高台贵手, 我把我给放了吗? 哼, 别杀我, 求你, 求你别杀我, 杀我, 你要什么我都, 都给你, 求, 求你。 你现在还觉得我美吗? 匕首划破了她的喉咙, 江宁把死透了的阳沙子扔进海里, 进入空间, 回到了客栈。 这个安身茶真是厉害, 竟然让我睡了这么久? 感觉骨头都睡软了。 那以后不喝了? 那已经腊月出酒了, 该写对联了, 我们待会儿去买点红纸吧, 我再好好想想写些什么。 你把笔墨纸燕都带过去, 当着大家的面写, 人家想要什么你就写什么, 这不就好了? 而且这样还带有表演心智, 肯定能够吸引人来看。 人一多, 这生意不就来了吗? 董明安眼睛一亮, 欢天喜地冲过来猛地把江宁抱到怀里, 对着他的脸连亲了三四下。 阿宁, 你好聪明啊, 我好喜欢你啊。 菩萨画像倒是卖得很快, 没一会儿就卖了两三张, 但对联无人问津。 阿宁, 是不是去水城的人不贴对联啊? 不可能。 这样, 你拿上一张纸, 照我说的写。 阿宁, 写什么? 举子赶考, 盘缠紧缺, 路过贵宝地现场写对联, 还望父老乡亲捧场。 阿宁, 这个是否有点, 有点不太好? 江宁看了他一眼, 明白是所谓的文人风骨在作祟。 赚钱嘛, 不可掺。 江宁飞快地俯下身, 在他的侧脸上亲了一口, 又红一般地开口道。 乖, 照我说的写。 柳明安脸上一红, 瞬间把心里那点别扭抛在了脑后。 果然, 过了没一会儿, 就有人围上来。 哦, 这是个举人呢, 举人卖对联。 多谢大哥前来捧场, 你要买一副吗? 我买一副, 你对联呢? 你想要什么寓意的, 我现在就写。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呢, 哎呦, 真够新鲜的。 我家里开饭店的, 你给我写一个硬截的。 上连, 生意兴隆通四海。 下连, 风味佳肴玉三江。 横批, 裁员广静。 举人当众写对联, 无疑是个稀奇事。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又有好几个人靠过来。 哎, 这字写得真好看, 哎, 多少钱呢? 柳明安一愣, 他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合适。 不辛苦, 我说过, 我最喜欢做这种养家户口的事了。 回过头去看江宁, 去见江宁浅浅地笑着, 做了个口型, 说的是, 您看着给。 您看着给? 随即笑着掏出了二十个铜板放到桌上。 哎, 你这小娃娃, 哈哈哈哈哈哈。 举人, 我年后嫁女儿, 给我写一个。 柳明安提笔写下, 爱女纳福, 秀阁西层转跨凤, 家旭迎祥, 德门惊喜, 进成龙, 横批, 龙凤成祥。 哎呀, 这个写得好, 写得好啊。 大大大方方地掏出了一把铜板搁到桌上, 江宁粗粗地一数, 起码有三十个。 举人, 我生了儿子, 给我写个。 您贵姓? 姓李。 请李府金得麒麟子, 高棚满座, 贺宝宅喜报富贵儿, 棚必生辉。 横批, 福心临门。 居然, 要家宅富裕安宁的。 天地和顺, 家天才, 平安如意, 人福多。 横批, 家父仁安。 说实话, 姜宁挺佩服柳明安的, 那些顾客要求一说出口, 他连半分停顿都没有, 就能够挥笔写下恰如其分的对联。 而且, 姜宁一上午看他写了几十副对联, 竟然连一副重复的都没有。 姜宁看着柳明安认真写字的策研, 喜悦慢上心间。 这个人怎么什么都好啊, 他好像越看越喜欢了。 巨人, 你明天还来吗? 明日不来了, 请见谅。 哦, 真累啊。 辛苦了。 不辛苦, 我说过, 我最喜欢做这种养家户口的事了, 有了这些钱, 咱们又可以吃好几顿涮羊肉了。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去, 姜宁和柳明安说好, 在取水城, 过了年就出发往京城走, 姜宁在现代史, 一直听人说年味越来越淡了, 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 春晚越来越难看了, 但那个时候他想象不出来, 古代过年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他现在是个普通人, 他有了可以一起跨年, 一起熟岁的人。 阿宁! 姜宁心中一紧, 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 走到柳明安身后五六部员的时候, 地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 姜宁还在思考, 该怎么劝柳明安不要管闲事, 差点忘记了他们家书商是个好人, 要不然当初也不会把他给买回家了。 阿宁! 他还活着, 只是受了伤! 你要救他? 阿宁, 把他放在这里, 他哪怕不是伤重而死, 也会被冻死, 我没遇见就算了, 遇见了却视而不见, 我这一辈子都会良心难安。 那我们去医馆吧, 一个陌生人而已, 是死是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奈何天不随人愿, 医馆已经关门了, 姜宁上前敲了半天门, 也无人应答。 去另一家吧, 我们吃馄饨那条街还有一家。 把他背回客栈吧, 请看看情况, 伤得不重可以明天去请大夫, 伤得重我来救他。 阿宁, 你会医术? 嗯, 我能救他。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 他又不是我的谁, 我才不在意他是死是活, 我只是不想看你冒着大雪 背个人跑来跑去而已, 算他命不该绝, 我成全你的善心。 阿宁, 你真好。 柳明安背着人回到房间, 把人放到了床上, 又被将宁支开, 去楼下要热水。 因为不清楚伤势如何, 江宁从空间内拿出匕首, 划开了那人的衣衫, 一共三处刀伤, 梁处较浅, 腹部的左下方那一处比较深。 江宁答应了柳明安要救, 自然就不会食言, 于是江宁给这人为了两滴淋泉水。 阿宁, 他好像伤得很重。 放心, 不会死的。 你醒了? 你倒在雪地里受了伤, 是我们把你带回来的。 那人只是警惕地看着柳明安, 并不答话。 然后江宁就看见, 他在看清楚自己长相的那一刻, 瞳孔萌得一缩, 脸上闪过了震惊的神色, 嘴张了张, 但没有发出声音。 江宁瞇了眯眼, 他看得清清楚楚, 那人的口型说的是两个字, 是你。 你还是去一趟那边的医馆吧, 去买两包治外伤的药, 如果没有就算了。 南宫三小姐, 幸会。 江宁缓缓地勾起了唇角, 可以不用再去京城 找什么人贩子喂方雄了, 真是意外的收获啊。 康康那个人, 就是与你私奔的男子吗? 喜表堂堂, 风度翩翩, 温文尔雅, 气质超凡。 三小姐眼光不错, 不过三小姐私奔 怎么不走远些? 清志诚离京城太近了, 很容易遇到舒适。 一把锋利的匕首 敌在了脖子上, 那人煞时间就闭了嘴, 目光悠悠地 看着面无表情的江宁。 少废话, 从现在开始, 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敢撒谎的话, 我就杀了你。 我是谁? 南宫灵, 丞相府三小姐。 南宫灵? 三小姐, 你好像不记得我了。 你是谁? 你怎么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现在是我在问你。 宇文雁。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天下姓宇文的就一家吧, 皇家? 没错, 我是大梁的六皇子, 相王宇文雁。 原来你还是个王雁。 三小姐, 你是失忆了吗? 江宁无所谓地嗡了一声, 收起匕首, 审着, 我再救你。 我见三小姐。 不要当着那个人的面, 叫我三小姐, 我现在叫江宁, 记清楚了。 是, 江宁姑娘。 江宁起身倒了一杯水, 又往里面加了几滴灵泉水, 然后掰开宇文雁的嘴, 给她灌了下去。 血连空间不是常理可以想象的。 你是南宫丞相的庶女, 你还有一个敌兄和一个敌姐。 继续说。 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于你的消息, 就是坊间传闻, 你跟一个男的私奔了, 所以在京城里, 几乎有点背景的人都知道, 南宫家三小姐跟男人私奔了。 私奔? 原主被折磨得那么惨, 私奔这个说法会不会是掩人耳目的? 他那一身伤, 被打断的双手双脚, 毁了容的脸, 还有特意嘱托杨瞎子把他卖得远远的。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为了赚钱, 用私奔这样的歹毒的借口 在他被折磨被迈横, 把他的名声再搞臭。 悉心可诛, 这时屋外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 江宁知道是柳明安回来了, 不许对他透露半个字, 不然我就杀了你。 江宁姑娘放心, 我很懂事。 还有, 自己编造一个身份, 别说你是王爷。 明白。 漢宁, 混沌摊子那边的药店, 一切关门了, 幸好, 我问了个路人, 他给我指了间药店, 我跑到那边去买的, 那, 这是杀好的金创药。 江宁接过了药瓶, 抬起袖子, 动作轻柔地帮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多少钱? 嗯, 一两银子。 你再去楼下找店小二要一间房, 今天这个房间就让给他吧。 江宁走到床边, 打开瓶塞, 将淡黄色的药粉 抖在了缝毫的伤口上。 你都听见了? 什么? 一两银子, 火家这个心地善良的笨蛋, 挣钱可不容易, 帮的都是辛苦钱。 你一个王爷, 总不至于要占一个穷书生的便宜吧。 江宁姑娘放心, 本王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拖起恩公救命之恩, 再想言文语, 不知恩公存行大名。 燕公子客气了, 我叫柳明安, 相遇即使有缘, 能救到你也是你的造化, 你不必恩公恩公地叫。 好的, 柳公子。 燕公子, 你是因和被捅伤倒在了荒野, 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曝光? 多谢柳公子好意, 清官难断, 家无事, 官府的人判不了我的案子。 那好吧, 你有伤在身, 先好好休息。 南公灵, 我带你回来了。 都说京城繁华, 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子。 那就去见识一下。 阿宁, 你戴面纱干什么? 听说京城的那个达官显规比较多, 我长得这么的好看, 万一有哪一家的顽固子弟看上了我, 要强强民女怎么办呢? 我还是戴上面纱, 防患于未然吧。 直觉告诉柳明安, 这个理由有哪里不对, 仔细地想了想, 江宁应该是怕遇到京城的仇家, 阿宁要瞒着他, 那就瞒着吧。 两位客官, 吃饭还是住店呢? 我是来找人的。 感恩客官要找何人? 我是周易的朋友, 我来找他。 客官, 您是灵山镇的柳公子吗? 正是。 柳公子, 可算是等到您了, 少东家一早就给我交代过了, 您来了, 要第一时间去喊他, 您坐在这里稍等, 小的我, 这就去喊少东家。 这店小儿跟周兄是一个性子, 都风风火火的。 柳弟, 你来了呀,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太好了。 弟妹啊, 好久不见。 周兄, 好久不见。 柳弟, 弟妹, 以后你们就住这里吧, 清静, 我来找你们喝酒也方便。 终于又可以吃到阿宁做的饭了。 这几个月, 多数的时候蜘蛛都在客栈, 客栈的饭菜都不合你的胃口吗? 不一样, 你做的最好吃。 好, 那你今晚多吃点, 离开荷花村之后你就没有看过书, 这些内容还记得? 阿宁奉献, 我就算忘了, 再看一遍也就全记起来了。 好吧, 他忘记柳明安是个学霸了。 来, 喝杯茶, 这茶水有苦涩味, 跟上次将宁端给他的那杯安神茶一样。 呃, 这茶是我去买米的时候顺道买的, 老板说是今年的新茶, 可能会有些苦味, 但是提神醒脑挺不错的呀。 柳明安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家阿宁太聪明了, 谎话张口就来, 若不是他早已经知道了真相, 只怕会被这合情合理的说辞给骗住。 嗯, 阿宁, 我不喝。 用力地把他拉进怀里, 让他坐到了自己的腿上。 阿宁,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自己注意安全就好, 我不会拦你的, 你别给我瞎咬了, 我不会妨碍你的。 姜宁身体一僵, 柳明安什么时候发现呢? 乖, 没事, 我不怪你。 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取水城退房的时候, 临朝客栈的掌柜说, 他们店里根本就没有那种茶水, 你这么做, 肯定有你的理由, 我真的不怪你, 你不想告诉我, 就别告诉我, 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危。 任何时候, 事事尽力而为, 还请务必保证自身安全。 这番肺腑之言, 说得姜宁越发的愧疚, 她这样的行为肯定让柳明安伤心了, 姜宁伸手搂住了柳明安的脖子, 重重地吻了下去。 阿宁, 你去吧。 姜宁坐在柳明安的腿上, 自然能够感受到她身体的某些变化, 趁柳明安没有反应过来, 那只纤细的手顺着衣袍的下摆钻了进去。 阿宁, 你做什么呀? 柳明安, 你太好了, 我喜欢你, 我愿意为你做这种事情。 阿宁, 别, 别脏了你的手, 不早, 我心甘情愿。 柳明安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自己脑中那最后的一根弦断了, 整个人无法克制地被带向了沉沦的深渊。 怎么又画了一遍? 柳明安正在勾勒画中江宁的衣摆, 闻言一愣。 阿宁, 你怎么知道我画过? 她不是从来没有给江宁看过吗? 你那鬼鬼随随藏东西的动作瞒不过我, 后来我发现你不太对劲, 老是偷看我, 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想着会不会是什么借条之类的, 就打开看了。 原来, 你那么早就知道了呀? 她以为自己瞒得好好的, 没有想到那点心思让江宁看了个一干二净。 阿宁, 你愿意喜欢我, 真是太好了。 快画吧, 等你画完, 我有话要告诉你。 柳明安猜测江宁应该是要跟她说自己身世的事情, 我是南宫丞相的三女儿, 叫南宫玲, 第一句话就让柳明安吓了一大跳, 丞相之女, 她家阿宁的身份这么尊贵吗? 那她还能顺利地娶到她吗? 今年七月, 丞相府的管家把断手断脚, 而且毁了容的南宫领。 嗯, 就是我, 把我交给了京城的人贩子魏芳雄, 之后几斤辗转, 就卖给了你。 在我被卖之后, 京城传言, 说我和一个男人私奔了, 据说把我那个爹气得两天都没有上朝, 目前我掌握到的信息就是这样。 阿宁啊, 怎么会, 你一个尽尊玉贵的相府小姐, 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 柳明安一想到她受的那些罪, 就觉得心疼得厉害, 别担心, 我会给自己讨个公道的。 我相信你。 江宁是丞相之女, 就算与人结怨, 那仇人必定也是身份贤贺的大人物, 不是她这种寒门学子惹得起的。 江宁瞒着她, 就是不想把她牵扯进去。 柳明安叹了口气, 把江宁抱到怀里, 认真地嘱咐道, 你想去做什么就去做, 不必顾及我, 我只希望, 你任何时候都要记得保护好自己,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已经有计划了, 顺利的话, 应该很快就能把事情挤决完, 你不要为我担心。 阿宁, 我有时候在想, 你要是一开始, 就现在这身本事就好了, 那你就肯定不会被欺负了, 而且你伤口愈合得那么快, 从京城到灵山镇, 这一路的折磨也不用受了。